Hello,大家好,我是老欧杨玛丽 我现在是中国享受的儿媳妇 有很多朋友问我 杨玛丽出了我找老婆要注意什么 今天我这个视频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出了我找老婆要注意什么 第一,一定要组正常陈述所有的证件都要办齐 再出了我找老婆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和我老公的证件 有多少的证件 大家看一下这里很厚的证件 这个都是我和我老公的证件 以前没用完的照片都是在这里的 很多的证件肯定要有点麻烦的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在中国没有办法找到老婆 这些证件很多你不用啥麻烦 一开始肯定要麻烦 后边就方便了 如果你一开始你想很方便 然后你想得很简单 以后麻烦更大 现在在我们老婆的国家呢 查这些也没有嫁到中国了 查的特别特别人 一个村子一个村子都要查出来说 这个村子嫁到中国几个女孩子 然后有几个有证件了 有几个没有证件 有几个人是在老婆生活 有几个人是到中国生活了 所以出了我找老婆一定要注意这些证件 必须要有啊 如果你没有证件 那你是出路由 就是一个月的时间 你已经回国了 如果你是做生意呢 那你肯定要有做生意的证件 那你要出了我找老婆 你一定要有找老婆的证件 你在老婆生活呢 究竟有什么麻烦 我们老婆的检查查的 查的特别特别严 看到中国人 他们也是很欢迎来到老婆 可是他们也想知道 你来老婆是干什么 这个是很重要的 第二不能通过 违法出道出找老婆 这样子呢 很容易就被人骗了 到时候人才两空 这样子对父母打击很大 我相信 90%中国的小伙子 想出了我找老婆 都是普通的人 不是很有钱的人 所以一定要走正常承受出找老婆的 我在一个聊天团 认识了很多的老婆美女 嫁到中国来 他们的家庭都是一般般的 不是很有钱的家庭 出了我找老婆 肯定也有的人家家庭调节好 有钱也想出 可是我觉得90%都是普通的人 所以呢 大家要注意这个 不能通过这个 非法出道出找老婆 在中国也是一样的 查的是呀 美女到中国来生活 然后没有护照 没有证件 也查的特别特别严 我在村里 听到很多的美女聊天 聊到一个朋友 她是在广东上班 然后 警察查出来了 她没有护照 也没有老公 就把她送回老婆了 她以前来中国也是嫁人的 可是她和她老公 没有接婚 后来呢 她和她老公分手了 然后她没有回去 她就在广东上班 现在警察查出来了 要把她送回老婆了 那如果你是一个想出了我找老婆 一定要注意的啊 不能做的很简单 这也是很大很大的事的 因为一个未果的人要来中国生活 一定要有证件 如果没有证件 偷偷的在中国生活 这样子也是方法的啊 可是现在大家不用着急 出了我找老婆了 有这个病毒呢 路都是疯的 想出也可以 可是要有点麻烦 要开很多证件 然后还要隔离15天 所以大家为了国家的安全 就不用着急找老婆 等以后病毒好了 所有的国家都安全了 再去找老婆 也可以 今天呢 我这个视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 给我点赞 谢谢大家了 拜拜 拜拜